大家好,歡迎來到星月星月,我是雅伯 今集的星月星月就要繼續和大家分享 太陽天平座搭配月亮星座的個性組合 這系列我們多了一個Bonus 當星座遇上塔羅牌的時候會有什麼火花呢? 如果你想知道天平座所遇上塔羅牌是哪一張 和排面的意義的話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link去看看這條影片 而如果你還未知道自己的太陽星座或者月亮星座是哪一個 都歡迎你點擊影片下方的link去查詢一下自己的星盤 事不宜致,我們馬上開始吧 兩個天平座結合在一起就產生了極其浪漫的個性 但不好的一面就是很容易受他人影響和被人騙的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你太過容易相信人 經常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你做決定的速度是很慢的 因為你會先在自己的洞裡面權衡很多東西 下定決心之後才會讓其他人知道你所做出的決定 你將求高雅的生活 好注意自己的現場舉止 也好在乎別人對你的看法 人生之中就是不斷地在尋找和諧和平衡 建議這種組合的朋友不要把決定權交給其他人 太陽天命座和月亮天蠍座的組合 是一個很標準的好學生的代表 他們很早熟 好希望在這個世界上可以快速地讓自己進步 表面上他們是很平和很溫馳的人 但內心裡他們是隨時都準備好迎戰的 他們很有正義感 一旦遇到一些對自己不公平的事的時候 就會馬上扯火 他們做任何事都是狂言分子 不會思思縮縮 也不會把時間浪費在一些對自己沒有自信的人身上 他們的行動往往都是受自尊所影響 而這種特質經常都令他們探索身邊哪些人 值得他們開發和利用他們的資源佔為己用 而他們這種激情和狂言又確實實 可以令他們在很多領域之中都有所成就 太陽天命座和月亮人馬座這種組合 是很豪爽充滿熱情的組合 他們不斷地想到處去探險 去接觸一些自己未接觸過的事件 真的沒有人會比他們更加毫無偏見 和更加放得開了 他們很善於交際 也很期待和下一個對象見面 但他們往往會給人一種感覺 就是不會在自己身上停留太久 他們會用自身的魅力和努力去吸取人生中的成功 但由於他們很容易被自己的想法所左右 所以做事的時候會越來越不切實際 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與現實脫軌 所以腳踏實地會是這種朋友的不生課程 對於太陽天命座和月亮山陽座的朋友來說 他人的讚賞和肯定是極其重要的 他們會為了這件事而辛苦和很努力地去成就 他們的知識和判斷能力令他們很適合從事一些很嚴肅的事件 他們很懂得去用人 但不是用一種絲絲縮縮的手法 反而是光明正大 兼且可以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法 他們很少對外表露自己的情感 因為他們將自己的情感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底裡 甚至會為了自己的紅心壯枝 而犧牲自己的個人幸福 而建議這種朋友在說話或處事的時候 再軟滑一些對你的事業是有幫助的 太陽天瓶座和月亮水瓶座都結合 是任何社家場合的快樂團員 他們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很友善的人 他們很有軟件能力 也很關注一些獨創和身形的想法 並且可以將這些想法運用在自己的事業當中 他們的思想在一些很高層次方面 不喜歡虛偽、不喜歡你如我詐 而友情和愛情都是他們不可缺少的精神良性 要提醒一點就是 你本身認為好的東西對其他人來說 就未必是最好的 所以用對方式去關心他人是你的功課 在你的平靜思索的表面之下 總是喜歡看著其中一件事去思考和觀察 而又再慢慢地去咀嚼自己所觀察回來的東西 從而產生自己獨有的看法 其他人跟你相比 其實你可以看清很多事件 由於你的性格是比較保守和害臭 所以其他人是很難理解你 你的思慧是比較容易和一些靈感和抽象的東西打交道 亦都很容易察覺其他人對你逃亡不軌 所以這種組合的朋友 他們是很適合去學習一種心靈和心理上的東西 他們可以像海綿一樣 不斷地吸收很多資訊 但又不會去show off自己 而這種組合發揮得最高的境界 就是可以融入人群之中 但又保持自己的安寧和清醒 我們今集的太陽天蝶座和月亮星座的搭配 就分享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對於塔羅牌或者星座很興趣的話 歡迎點擊阿伯的頭像進行youtube channel的subscribe 也歡迎大家寫進到以下的email address 又或者是點擊影片行方的一條link 去跟阿伯作這個星座 又或者是塔羅牌的諮詢 下一集我們將會和大家解救太陽天蝶座 搭配12月亮星座會刷出什麼火花呢 那我們下一集星雨星宴見 多謝大家 吼咽 我們再起床 我們下集星期會 太陽天蝶座 距大 在 nonetheless 又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